! 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今天想看部好影集嗎? 這次要介紹的,是Netflix上剛推出的真人版《航海王》《One Piece》 日本的動漫一直以來就是流行文化相當重要的一環 近年來更成為了影視作品翻拍的重點 但是大多時候因為各種原因,改編之後的成品不只失去了原作的精髓 有些甚至淪為廉價的cosplay而遭到觀眾唾棄 而因為又名海賊王的《航海王》名氣太過響亮 在Netflix要翻拍的消息傳出之後,不只引起了騷動 鐵粉們更是擔心心愛的草帽一伙會如何遭到資本主義的荼毒 但是在看完之後我們卻發現,真人版雖然和原作有不少差異 但整體來說卻是一部製作相當精良用心的良心之作 光是配音就同時提供了演員們的英文配音 以及特別找來日版動畫《聲優》的日文配音 讓觀眾可以依喜好選擇 就連每一集的片頭LOGO都還會根據當集的主題做更動 第一季八集我們在兩天內就無痛完食 甚至已經開始期待後續的內容了 雖然翻拍作品的選角永遠都無法滿足每一位粉絲 但老實說,這次真人版的演員們相當出色 五位主角即使乍看之下不一定會立刻愛上 可是隨著劇情推進以及角色們之間的互動 幾乎每一位都越看越順眼 而部分配角像是克比、八集、惡龍和鷹眼密佛格等人更是搶眼 雖然不能說是百分之百復刻 但裝扮和詮釋都兼具了保留原作精神與改編的心意 這次真人版雖然只有短短八集 卻很巧妙地濃縮了原作的劇情 甚至還將某些後期才出現的角色 像是海軍中將卡普直接拉到前面 讓整體的故事變得更加流暢 進度更是一口氣就前進到東方藍篇的結尾 後來我們發現原著作者偉天榮一郎掛名了執行製作 也難怪在各方面都能看到這部影集的用心 不過航海王原作的世界與故事相當龐大 就連我們自己也只看了大約三分之一 對於最新的發展、角色關係還不能完全掌握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針對影集版的內容 解析一下草帽一行人五位主角各自的夢想 帶你了解為什麼他們的冒險故事這麼地動人 你很棒的戰爭 你很棒的戰爭 我說我們會做得很好的隊伍 我會說我們會做得很好的隊伍 而是最強劍客、鷹眼蜜佛格為目標 索隆的招牌是他的三把武士刀 不過這讓魯夫第一次遇到他時就感到困惑 第三把刀到底要放哪呢? 後來答案揭曉 當他使出大絕招三刀流時 會將白色的那把武士刀咬在嘴上 加上雙手持刀進行攻擊 在第三集的回顧裡我們得知 索隆的那把白色武士刀叫做《合道》一文字 原本的主人是他青梅竹馬的同門古依娜 兩人從小一起習武長大 古依娜因為是女孩發育比較早 在兩人幼年時期的對戰中從來沒有輸過 也讓索隆一度感到心灰意冷 在古依娜的開導之下才恢復自信 和他約定兩人之間一定要有一人成為世界第一的劍客 古依娜意外身亡之後 索隆向師傅要來了他的《合道》一文字 並背負著兩人當年的承諾 展開了成為第一劍客的生涯 當魯夫和索隆第一次相遇時 就看到他為了拯救小女孩挺身面對海軍 也見證了他的實力,就決定要招募索隆 當時的索隆是一名海賊獵人 而想要成為海賊的魯夫等於是死敵 但魯夫卻看穿了索隆其實另有夢想 並在他說出想要成為世界第一劍客時 表達佩服之意幫他鬆綁 甚至也不強求索隆是否會加入 這種毫不懷疑的信任讓索隆動了心 後來才會忍不住出手相助被海軍圍攻的魯夫和納美 在第五集裡 索隆如願地見到了密佛格並且與他單挑 但卻被密佛格以壓倒性的差距擊敗並深受重傷 在發現自己與夢想的距離實在太過遙遠時 索隆一度感到沮喪 但在魯夫的鼓勵之下 他下定決心要繼續追夢 並且發誓在打倒密佛格之前 絕對不會再輸掉任何一場對決 並在清醒之後承諾魯夫 將一直陪在他身邊 直到他們找到One Piece You're going to the Grand Line but you don't know where it is Guess I need a navigator on my crew 由Emily Rudd所飾演的納美 是在第一季中草帽海賊團裡唯一的女性 同時也是船上的航海士 她的家人在被海盜殺死之後 和季姐洪子一起被潛海軍貝爾梅爾拯救並且收養 在可可亞村過著貧窮卻幸福的日子 直到惡龍率領海賊入侵了村莊 養母為了保護兩個女兒犧牲了自己 這讓納美下定決心要想辦法守護村莊 從小就對繪製地圖很有天分的納美 自告奮勇加入了惡龍的海賊團 除了替惡龍繪製地圖之外 也私下約定要用一億倍里的金額 買回村莊每個人的自由 但為了不讓村莊的人因為想要幫忙而陷入危險 納美死守這個秘密 寧可讓連紅子在內的所有人 都誤解她是為了財富幫助仇人的壞人 納美的夢想有兩個 第一個是要存夠錢贖回村莊 第二個則是要畫出自己眼中見到的世界地圖 在試圖偷取偉大航道的地圖時 她和魯夫巧遇 並在攜手對抗海軍之後 單方面被魯夫認定是同伴 而為了要得到地圖的納美也暫時假意同行 後來當惡龍出現打倒眾人時 納美背叛了魯夫 帶著地圖回歸惡龍海賊團 但也救了魯夫一命 但魯夫並未責怪納美 反而看穿了她的苦衷和夥伴一起前往拯救 在看到納美無助的自殘與哭泣並向自己求助時 魯夫將自己十分愛惜的草帽戴在納美頭上 率領眾人對抗惡龍 發現魯夫對自己依然信任 而且始終把自己當成夥伴守護 納美感念不已 在村莊度過危機之後 決定加入草帽海賊團 成為了他們的航海士 有Jacob Romero Gibson所飾演的騙人布 是草帽海賊團的狙擊手兼維修士 在加入之前在一個海邊小鎮的造船廠任職 他的父親耶穌布是紅髮捷克的海賊團員 在騙人布很小的時候就離家出海 留騙人布和重病的母親兩人相依為命 期待父親能夠回家的騙人布 每天都凝望著大海 一有風吹草動便到處大喊 海賊來了! 卻每次都是假警報 讓居民們不堪其擾 更把騙人布說的話當作是謊言 將他視作村子裡的麻煩人物 唯一相信他的只有青梅竹馬卡亞 卡亞是村中造船廠主人的獨生女 體弱多病的他 在父母過世之後每天只能在家中養病 好在有騙人布的那些故事 才能讓他暫時忘卻身體的痛苦 後來當騙人布發現 卡亞的管家竟然是惡名昭彰的海盜假扮時 即使非常害怕 卻還是決定要留在卡亞身邊守護他 在魯夫等人的幫助之下 騙人布成功地拯救了卡亞 但卻因為放心不下卡亞一個人打理造船廠 而拒絕了魯夫的邀約 但卡亞告訴他自己也不想要繼承造船廠 而是想追求自己的夢想 並期待有朝一日能聽到騙人布船長真正的精彩冒險故事 騙人布這才放心離開 成為了草帽海賊團的一員 雖然影集裡沒有明說 但因為騙人布從小到大就盼望著當海賊的父親能夠回來 才會四處伸張海賊來了 因此當騙人布發現魯夫認識自己的父親時 應該多少讓他動了心 覺得跟著魯夫就能再次見到父親 另外騙人布的夢想是要成為勇敢的海上戰士 除了是想追隨父親的腳步之外 也是想證明自己不是別人眼中那個 懦弱又愛說大話的人 由Taz·Skyler所飾演的香吉士,是草帽海賊團的廚師 原本在知名的海上餐廳巴拉蒂的主廚哲普手下擔任副廚 在來到巴拉蒂之前,香吉士就是個喜歡料理的孩子 最大的夢想是要找到傳說中的蔚藍海浴 用那裡的稀有食材料理 某天香吉士在海上遭遇了海盜 其中的首領就是哲普 哲普聽到香吉士說出自己的夢想之後感到意外 因為那也是他的夢想 所以後來當兩人流落荒島時 哲普將所有的食物都留給了香吉士 自己則砍掉右腳,當成食物圍身 而這段經歷也讓香吉士對食物非常的珍惜 也會不計代價地去需要的人料理食物 或就之後香吉士便跟著哲普學習廚藝和武術 但哲普卻擔心香吉士為了自己而放棄夢想 才會時不時對他惡言相向 甚至想盡辦法要把他趕出廚房 就是希望香吉士能夠離開去追夢 而香吉士雖然不捨得哲普 但他也知道哲普的用心良苦 於是當魯夫等人要離開時 強忍淚水嫁入了他們 後來當海軍中校卡普追來巴拉第時 哲普勸告卡普不要追捕魯夫 因為他認為這是年輕人們的時代 所有他們老一輩的人無法完成的夢想 都得要靠年輕人才能實現 由墨西哥年輕演員 イナキ・ゴドウ所飾演的魯夫 是整個《航海王》系列的第一男主角 雖然爺爺·卡普是海軍中的重要人物 但從小他就被留在村莊裡被眾人養大 在紅髮捷克的海賊團來到村莊之後 魯夫便和所有的船員變成了好朋友 但無論他怎麼拜託 捷克都以魯夫還沒準備好為由 拒絕了他想跟著出海的請求 某次他在被拒絕之後悶悶不樂 偷偷把捷克收藏著的惡魔果實給吃掉 從此全身變得像橡膠一樣針縮自如 但也因此被大海拋棄 只要碰到海水就會變得虛弱 為了實現自己成為海賊王 並找到One Piece的夢想 魯夫17歲時獨自出海 接連遇見了索隆、納美、騙人部和湘吉士 並用夢想為號召陸續讓他們成為船員 但是這個過程並不容易 不只得要面對許多強大的敵人 魯夫更發揮了他從捷克那裡學到的船長胸懷 以及不惜犧牲自己的一條手臂也要保護魯夫的同伴愛 用同理並且包容的方式化解了同伴們各自的心魔 成為了他們最大的精神支柱 最終他不只打敗了那些阻礙他成為海賊王的敵人 也獲得了爺爺·卡普的認同 而且還成功地獲得了三千萬倍里懸賞金額 成為了東方藍賞金最高的海盜 讓家鄉的人以及捷克都為他感到驕傲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並且喜歡這部作品了呢? 我們接下來還會陸續推出更多航海王的解析影片 也歡迎到各大Podcast上搜尋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聽我們聊更多的航海王! 歡迎到各大平台搜尋那些電影教我的事